来看看新闻榜 人生非常精彩和丰富 很多时候它都是在 媒体的新闻的头版头条 在两年前 大家跟拍到高大嫂发生的事情 这是直接导致 他们离婚最大的原因 而且因为媒体的跟拍 让这件事情不断地延烧很多个月 我觉得多多少少 也让高大哥的心情受到影响 我想生病应该也是 一连串情绪的压抑而导致成的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让他的身体的状况越来越不好 在高大哥过世这段期间 其实媒体的疯狂地 问他们家人发生的事情 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包括遗产的问题 包括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 其实人已经过世了 我想家属最需要的是平静 这张照片是当时 我们一起去Las Vegas 就是你应该还记得 这是我第一次跟你们一起工作 我是在镜头后面的那一个 我拿着相机帮你们一家人 拍下了这个这么美好的画面 希望这张照片呢 让你冲淡一些 最近发生事情的悲伤 让你找到一些 过去欢乐的影子 你要记得爸爸永远是 带给大家快乐的嘛 包定 这个李婉欣小姐 希望通过我把她这份礼物送给你 真的 让你记住你的父亲 谢谢 谢谢 当然虽然高丽峰先生已经去世了 但是最近有关你们家的遗产问题 好像媒体依旧还在报道 对 其实我认为说 媒体影响我们家的事情非常的深 当然我认为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那我们也不愿意再去 一直去提往事 但是我认为如果媒体继续在追我家的事 或对我们家造成伤害 我们会去 将会以法律的责任 去追这些媒体 那当然我认为说 民众喜欢看撒狗血的报道 八卦 但是我认为社会上有更多的大事 跟公益是被埋没的 是我们更多人需要知道的 这是我必须向大家呼吁的 谢谢大家 今天这个张老波做的这儿 对海天生业这个事情呢 我们也必须得给小李提个想 有的时候呢 我们带着某种这个预判 去拍摄 当然这是你的权利 但是有的时候也会给相关的一些商业机构 或者哪怕一些个人 法人带来名誉上的伤害 我是真的感谢和欢迎各位媒体 对海天生业真实的报道 另外我想说的就是 如果发现真的有这种违法犯罪的事情 我希望第一时间我们去解决 去处理 而不是在互联网上吵得沸沸ền 好 非常好我要补充一句话 当我们的权力受到侵犯的时候 如果你折折掩掩 用我刚才一个词 fight 态度暧昧 不离于问题的澄清和解决 反而自己蒙羞 那么因此如果真有这样的问题 该声明要声明 该到法庭告状要告状 对 只有这样才能以正视听 喻吹澄 我也想补充一点 就是我们在去采访这条路上 我们也没有说 给他一个事先的预判 我们是想看看 海天盛宴今年 跟去年有什么区别 还会不会像去年一样 但是有好多疑问 就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就一直挥之不去 或许大家看了 我们的报道的那个视频 会发现我们的落脚点 其实是在于 有一些坏人也好 他们是利用了 海天盛宴的招牌 在做一些不光彩的事情 可能跟海天盛宴无关 但是海天盛宴应该 就此吸取教训 没错 那最后问一下 这张浩波先生 明年海天盛宴还办吗